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松上路 解开眉头 绽放微笑 这就对了 跟上我们的节奏 来到AM1450美国中文电台娱乐秀节目 我是主持人小芳 你准备好了吗 嗨 欢迎大家娱乐秀节目 每天下午就在这里 我是主持人小芳 秀一秀最新鲜的娱乐资讯 明星的八卦消息 还有电视的一些最新的进展情况 首先来关注周杰伦 又打网球了 他好像篮球不太大了 然后经常打网球和高尔夫 然后周杰伦晒出和余文乐 一起打网球的照片 但是表示说 等我脚好了 我可能又会赢到一支拍子 据说早前周杰伦 就曾经以3比0的成绩 跟余文乐比赛 然后得胜了 所以就赢了余文乐的一块网球拍 我觉得网球拍 应该是用自己比较习惯的吧 怎么会轻易送人呢 但是输了 愿赌服输嘛 宋茜一袭蓝色长裙 最近现身她的蜡像揭幕仪式 然后在现场 蜡像跟她一般高 一般大小 一般胖瘦 然后她还摆出 跟蜡像同款的那个pose 秀出曲线的身材 高圆圆 最新的造型写真释放出来 身穿黑色 身V的西装 干练端庄 女神范十足 还有一位演员 此沙 也在微博中晒出和高圆圆 在某一次活动上的同框合影 佩文是 终于见到传说中的圆圆姐了 然后高圆圆随后也回复她说 在朋友圈里看着长大的此沙 终于看到真人了 此沙这个名字 对我来说有点陌生 结果我一查我发现 此沙 本名叫木骨 惹骨 吉乌刺沙 他是1997年出生的 遗族人 来自四川大梁山 哇 绝对一个帅哥 2017年参演了 乌尔善导演的奇幻电影 风神三部曲 从而进入演艺圈 有不少的人应该也知道他 因为就是在里面 他饰演了战神杨姐 不少人就是看了这个角色之后 被他圈粉 那个长的那个线条 骨骼的那个质感 特别的帅 另外江书颖这位演员 拉美德风格的时尚大片释放出来 在照片中 江书颖尝试了不同风格的服装和造型 特别是这次化妆方面 有一种猫眼妆 就是尾部的那个眼线 上往上往后挑一下 然后黑黑的 但又不是烟熏妆 就像猫眼一样 很美的感觉 但是美拉德风格又是什么风格呢 据说现在的时尚穿搭博主 都在教大家如何穿出美拉德风格 网络上还流行一句话叫 夏天多巴胺 秋天美拉德 所以到底什么是美拉德风格呢 今天跟各位一起来科普一下 我也了解了一下 美拉德风格就是一种 以棕色褐色的色调 焦糖色调为主色调的穿衣风格 不是黑或者白这种 美拉德风格呢 其实是源于食物的美拉德反应 是以法国化学家 路易斯卡米尔美拉德的名字命名的 就是指在较高的温度下 焦糖化就是糖的一种荷变 我们炒红烧肉的时候放冰糖 然后它就变成红色的了 然后呢 还有随后的热解就变得更明显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煎牛排的时候 牛肉当中自带的葡萄糖和氨基酸产生 美拉德反应 最终产生了一个褐色的焦化层的一层壳 所以我们看到表面是变成了褐色 可以了可以了 而美拉德风格呢 并不单一的局限在棕色 比如浅色的美拉德风格 就是以杏色卡其色为主色调 而深色的米拉德风格 就是以褐色深棕色为主 我觉得这一个套色系 我还是蛮喜欢的 有点跟土地大地的色系比较接近 各位可以看一下 最近是不是有这样的风格呢 Now it's a show time 继续来秀音乐方面的消息 海莉Beeber 今天在社交平台 晒出了庆祝与Justin Bieber 两夫妻结婚物 周年的纪念日照片 配文也比较低调 也比较简单 一个物 一个数字物 然后后面是I love you 也比较普通的一个纪念日 但是想想看 五年了 这对小夫妻也挺不容易的 还有值得说一下的 就是美国说唱歌手Cardi B 开通了新浪微博 她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 和个性张扬的形象 深受全球歌迷的人爱 不少的中国粉丝 也有喜欢她的 但是我不知道她在微博上 这个粉丝量 到底会怎么样 而她本人据说也挺喜欢 中国的一些特色 之前还晒过吃中国的奶茶 什么还有那种饮料 什么的 而就在前天晚上 12号2024 MTV音乐录影带大奖的 颁奖典礼也举行了 这些歌手都有到现场 齐聚一堂 比拼这个哄弹的秀 姐妹花 梅梅 Taylor Swift和Selina Gametz 在台下是亲切的相拥 而且是熊豹的那种紧紧贴着 当天Taylor Swift身穿一件黑色高开插的礼服 性感俐落 女王范十足 Selina Gametz身穿红色 镂空的长裙 就是那种 像花鞭一样的 非常有色彩冲击力 然后她再加上她身材也好 肉肉的那种感觉 而今年的VMA 梅梅继续展示了她制霸歌坛的实力 一举获得了九项大奖 打平了VMA的历史记录 分别是年度MV 年度艺人 年度歌曲 年度流行歌曲 年度专辑 年度导演 最佳导演 最佳摄影 最佳视效 以及最佳夏季演出 这些奖项都是响当当的 而她也以23座VMA大奖 超越了Madonna 超越了Lady Gaga 成为时尚获得VMA大奖 第二多的艺人 仅次于Beyonce 第二多的艺人Beyonce 就在她前面 不知道下一年 还会不会这样风投尽 Music Show 接下来我们听到 孙盛希 推出的全新单曲Beyonce 再度携手了一位 时尚性感音乐人 Kare Kare本名 王翔勇 是美国休斯顿 长大的 擅长Hip Hop R&B Rap 等等曲风 19岁的时候 回到台湾 参加过选秀节目 超级接班人 当时夺得了亚军 接下来这首Beyonce 也是有一种 House Pop的曲风 歌词用了中文 英文 韩文 三种语言 交织在一起 传达的就是 Do what you wanna do 不要烦恼 那么多的一种 核心精神 呼吁观众们 或者听众们 也是把握 稍纵即时的快乐 一起跳一跳吧 Hands up to the sky Move your body Side to side Oh light Take you on a ride You're the artist Pain it bright Oh light Groove it Groove it Just listen and die Groove it I'll be your ride 아무것도 걱정할 필요 없지 For yourself right now Do what you wanna do 别坏 你想要的是什么 House Pop的 Daiber rent Groove it All right Hands up to the sky Move your body Side to side Oh light Groove it Just listen and die Groove it I'll be your ride I'll be your ride I'll be your ride Broad smoke �� 이 i get the word of the murder mangu na shi chanam de su nai su officer i don't nothing wrong with none i m'me jacquaman de jibo i just wanna be with you just fight to be in to be done 感觉你拥有全部的自己去选择 don't let the trouble mess your feelings ah your seas are in the sun fall for yourself right now do what you wanna do 别怀疑你想要的是什么 还不信奔告代不了 都干嘛的都 all right heads up to the sky move your body side to side all right take you on the right you're the artist baby pride all right get up to the sky move your body side to side all right goo it 就是现在 goo it i'll be your guys 非常新鲜的娱乐资讯 非常八卦的明星艺人 非常好听的流行歌曲 敬请每日关注美国中文电台 娱乐秀 嗨 各位所定的艺人是AM1450 美国中文电台 刚才这首歌曲啊 曲风就是那么的让你动起来的感觉 来自孙上熙刚刚推出的全新单曲 Bounce 我觉得好国际化哦 中文英文韩文 就是你在娱乐圈混的话 我觉得如果掌握这三种语言 哇真的好好好时尚的感觉哦 继续回来娱乐秀 今天有不少电影方面的消息 首先来看 叠中叠期致命清算 放映到现在票房不如预期 那全球票房目前是5.64亿美元 哎呀这简直跟阿唐哥的拼命三郎的精神 没有成正比哦 我拼了命的付出 结果票房不是很满意 然后呢有业内人士估算 距离盈利点还差大概两千万 但是最近媒体披露说 哎这个电影会靠巨额的保险赔偿来实现 收支平衡 这片子是2020年的2月开始 之后就疫情来了哦 次月就停拍 但是这属于不可抗的因素 所以你还是要支付 剧组工作人员的薪资 这一下子就导致预算 即增到了2.91亿 之后呢又辗转多地复拍 直到2021年的9月才完成拍摄 然后2021年8月 出品方拍拉毛影业 就向保险公司邱博提出了法律诉讼 最终获得了7100万美元的保险赔偿 哇 所以加上票房的收入跌中跌期 也或将实现收支平衡 你在工作的时候 当然做个预算哦 但是拍工作进行当中预算不断增加 但是你不想放弃 所以有时候就是会导致结果不入那么预期 所以有时候要收着点 真人版的海贼王 8月31号开播了 上线前是一片看摔生 就是不看好它 但据说上线之后口碑表现出了出乎意料的好 各位日迷有没有看过呢 烂番茄目前还是85%的新鲜度 观众爆米花指数有95% RMDB的评分也高达8.5分 而且真人版的海贼王执行制片人 最近接受采访也说了未来的一些制作计划 他就说目前的漫画已经连载超过1080画 所以有如此大的素材 足以拍摄12季 现在才第一季 所以他们此前跟Netflix 以及原作家韦天荣一郎 都进行过多次交流 也深入探讨过第二季的内容 甚至对第三到第六季的拍摄计划 都有了大致的交流 所以虽然目前Netflix 没有官宣会续定真人版海贼王第二季 但是据说第二季的剧本 早就已经完成了 纸带开机拍摄 不管怎么样 这个后续应该是比较积极的 好了 再来看李安大导演 曾经说过的事情 就是他要知道传记篇李小龙 不过现在因为演员工会罢工的事情 所以一切都停摆 不过最新消息是 这部片子预计将在罢工结束后 立刻开始 因为剧作方面的工作已经基本都完成了 而拍摄工作也已经准备就绪 就是虽然罢工进行 但是还是有很多细致末梢的工作 提前可以做起来 所以只要好莱坞各大制片厂 能够和工会顺利达成协议 然后让编剧和演员们 在获得公平薪资待遇后重返岗位 这个工作就可以按时按部就版的展开了 就了解李安的儿子李淳将在片中 饰演这位武术家 而他也为了扮演这个角色 已经做了三年的特训 我觉得这个准备是 虽然是幕后的 但是时间花下去 比如说现在罢工 好像看似你没有工作 你没有无事可做 但是你可以积聚你的能量 一切准备着 当机会来的时候 就开始了 是不是 那谈到创作的契机 李安此前表示 李小龙既不完全是美国人 也不完全是中国人 他是东西方之间的桥梁 他把中国功夫推广到全世界 也是搏斗专家和标志性的表演艺术家 对于武术和动作电影 都有做出革新性的贡献 所以我认为我必须要讲述他的故事 就像我所说的 虽然演员工会的罢工还在进行当中 但也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无所事事 好莱坞的幕后工作人员 又一次创造了历史 据了解 好莱坞有视觉特效工作人员团体 目前将工会化 大概有50名的漫威内部的 视效工作人员 经过了票选 一致通过在国际戏剧舞台员工联盟 就是IATSE的代理下 工会化的决定 所以这也是为视效工作发展 近50年来首批人员成立工会 好有标志性 也是在今年的8月份 这50名员工发起请愿书 而这一个月后 现在9月14号 工会就成立了 这个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IATSE的旗下 有美国动画协会 剪辑师工会 国际摄影师工会等 多个行业的协会 成员有16万8千人 涉及电影从业人员 包括艺术指导摄影机操作员 录音人员 剪辑师 化妆师 发型师 服装师 场记 机械师 灯光师 道具师 画师 等等 相关的一些 IATSE相关负责人说 近半个世纪以来 视觉效果行业的工作者 一直没能获得 和他们在好莱坞电影行业 早期依赖的同事和工作人员 所享有的相同保护和福利 所以这也是VFX工作者 首次走出来 团结起来 以集体的力量 要求我们所做的工作 要给予尊重 这是历史性的第一步 而现在刚刚只有50名的漫威员工 但是以后会吸纳更多的成员 而IATSE也希望快马加鞭 今年年底之前 能够建立起全美国范围的 特效人员工会 而目前据说 约18名的迪士尼特效人员 也在进行类似投票 18人相对少了一点 他们和此前所涉及 刚才提到的漫威特效人员一样 是迪士尼和漫威公司 直接雇用的 是在大公司旗下的专业人士 这还不包括数千名 为迪士尼和漫威作品工作的 第三方公司的特效人员 大家都是有专业技术职能的 无非没有在他的大公司下面工作 但工作性质却是一样的 我的身体我做主 我的生活我做主 拥有自己的权利 掌握自己的命运 所以我的工作也要我做主 娱乐秀 秀出最新鲜 有趣的娱乐生活 我是小方 感谢各位的收听啦 下次见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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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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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e high, you're so beautiful Don't cry, don't cry 放 your soul in your hands I travel a long time From the fir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